本期话题 红豆一米茶能天天喝吗? 黄世敬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那么红豆一米呢 我们讲这两个都是亲人逆湿的 我们如果说虚寒性体质 那么我们就不太适合用红豆一米茶 还有一下就是说 比如说孕妇啊 儿童啊 这种体质比较虚的 我们也不太用 女性呢 如果说在月经期啊 或者是本身有痛经啊 这些都不建议应用红豆一米 大便只是干了 但是还有大便米解 这种呢 因为吃了之后 它离失的会加重便秘 所以我们也不见 另外呢 这种它相对是比较虚寒的 第一次对虚寒体质 如果用多了之后 会加重氧气的省伤 所以不建议长期应用 所以红豆一米之中呢 短期应用比较好 对皮肥虚寒的人 也不建议长期应用